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sther 養心分享 今天這個禮拜有很多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避免了衛免太長 我會將它分開三集 首先呢 不如說多一次姜濤的東西 有些東西想說說 說完這次應該是時候 說回我們新心靈的東西 上兩個禮拜 我都在說姜濤 後來我進去看第二次的 其實港產片 除了周星馳之外 我都很少看第二次 對姜濤是非常令眼相看的 第二次看呢 我覺得又看到更多的東西 還有治療更加深的 然後很有趣的 我看到很多姜濤在我的post留言 而且流到很長 我覺得姜濤真的厲害 唯獨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話說呢 我就說了一個說話 就是說我叫姜濤很圓滑 然後我看到你們的反應很有趣 很多人都說 姜濤不是圓滑 姜濤是真 姜濤是真 姜濤是很真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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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就發現 咦... 為什麼大家對於圓滑這個形容詞 這麼抗拒呢 這樣 難道我說他不圓滑 大家會開心一點 那我猜可能是這樣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 圓滑這件事是很假的 可能大家覺得圓滑是... 嗯... 總之可能是跟假掛勾 或者是... 另外有一位姜濤就跟我說 你根本不了解他 你對他的認識很淺薄 然後跟著就是... 那他不可能是這樣的語氣 我假裝的 他就是... 嗯... 你只不過在講你自己的意見 那樣 他的那個... 留言呢 就不算是太過負面 或者是惡毒的 他只是說 我... 不了解他 就是你自己在那裡自說自說而已 那我也回覆了他 我就說 其實呢... 嗯... 我用了半個小時來讚他 不斷讚不斷讚 還有我有什麼需要 真的了解得他很深入 我才可以讚一個人呢 如果有一個人 譬如有一個人讚我 Essa你很漂亮 但我自如我形象很低落 然後我就是... 漂亮什麼漂亮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或者她說 Essa你真的很好啊 你這個人很勤力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 然後我說... 不是啦 你亂讚吧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讚我什麼 不會的嘛 是不是 那我又... 還有我覺得... 你真的不需要好認識 完全認識一個人 我都不認識我自己 我不可以說我完全認識我自己 但我就覺得可能大家 不過這麼說 所有的大家的feedback 我發覺都是很positive 很positive 還有大家真的好誇張姜濤 這件事我都很感動的 我覺得... 還有就是... 另外有一位我自己的fans 就跟我說... 呃... 你自己也是一個明星 我當然不是明星 我怎麼會是明星 你自己也是一個星 你為什麼這樣追捧人呢 還說姜濤不紅 天理不容 他對我很失望 這個朋友 我真的沒有眼看 那我就... 首先呢... 他當然不知道姜濤是誰 又不知道... 那句話不是我作的 是姜濤的粉絲 即是姜濤作的 然後是... 這句話都幾誇張的 這個姜濤不紅 天地...天理不容 但是有人寫得出一句這樣的話 你都可以明白 其實他真的很多很多fans 還有... 那些fans是有幾deeply的愛他 那我就覺得... OK啊 但是這個... 我自己這邊的fans 就誤會了 就是... 他以為我寫的 我想... 不是我寫的 還有另一件事 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大家能夠是... 跨... 跨界別的去互相欣賞 我覺得很好 譬如說我們新心靈界的 這樣... 不要說我不追星 我一向都不會追星 我小時候都不追星 那現在更加不會 我不會說我老婆的 或者去銅鑼灣籃球場 那裏伏他 不會的嘛 那我覺得... 其實... 我無論如何都是商界 以及在這個新心靈界 然後... 我覺得作為新心靈界 那我去... 追捧一個... 很值得追捧的一個... 一個藝人 和... 無論他的性格 他的... 他的努力 他各樣的事 我覺得是很值得 香港人去仿效 無論是年輕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 可以為年輕人設立一個很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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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模範 甚至乎... 我在他身上都學很多東西 例如是... 人家真的很努力 而且人家是不斷地 將自己的進去改善 無論是他唱歌 或者是他表演 他代人節物 其實很多東西 我覺得... 甚至乎我這個年紀 我也覺得他很多東西學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追捧他呢? 不過... 這樣說吧 那這個都是萬中無一的 而人家也有他的... 那個... 立場他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我只是覺得... 其實很好啊 那如果那些藝人... 香港的娛樂圈 其實很多人都開始有身心靈的 外國更加不用說啦 Richard Gere 是跟達賴喇嘛好朋友的 然後跟著就是... 很多外國的藝人都會學佛啊 會吃齋啊 Vegan啊 還有... 還有... 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啦 然後... 然後... 特別是藝人呢 藝人就更加需要身心靈啦 大佬多大壓力啊 就是... 工作又繁忙啦 然後又被人很喜歡啦 又被人很討厭啦 有人抹黑啦 其實... 很需要身心靈啦 然後反過來我們身心靈 也都要學別人說... 就是... 香港的娛樂圈其實很多人很努力很努力啦 這樣... 那... 那我要講關於姜濤的呢 暫且放在一邊啦 先講... 現在就回到我自己 我們那個... 身心靈的資料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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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星期呢... 我是充滿ideas跟大家講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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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 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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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大家借鏡去學習 然後今個星期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講講成功學 將成功學加上靈性混合一起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樣才是真正的成功 怎樣才能令自己 譬如我財務上升越來越好 然後現在就是 將我們公司的行政、稅務搞得越來越好 然後第三階段我開始減磅 現在減了兩個星期 輕了四磅左右 就不算多 比起地獄式的減肥 我算慢了 但我想去建立一個 真的可以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瘦 不會反彈的一個減肥的模式 一個瘦身的模式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第四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我真的認真地去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然後之前又有 就是 又是同一個我們youtube的網友 就說 Esta 還沒create到男朋友嗎 兩年了 咦 是不是總指法真的不行啊 這樣 不是 她叫老師 老師 還沒找到男朋友 還沒創造到嗎 如果總指法則是不合理的話 整個宇宙就大亂了 因為總指法則是因果法則 亦都是這個 這個 不會不合理 因為因果 就是三道空間 我們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把玻璃杯放在地上 它就會爆就會爛 那會不會不爆就不爛 有 有機會的 你扔得不夠大力 就不爆就不爛 但是 是會爆就不爛 這個就是因果法則 還有 我需要跟你解釋 我正在發生什麼事 而且是這麼沒禮貌 豈有此理 好了 我會繼續喜歡姜濤的 我會繼續聽她的歌 我會繼續追捧她的 我覺得 這個藝術是非常值得愛惜的 我會和大家繼續做姜濤的 好 好 首先和大家說一些開心的事 好嗎 話說 話說 最近我創造到這塊晶片牌 這是非賣品 所以不是賣廣告 這個晶片牌 是100核 100核 在說 100核有什麼事發生呢 他會把我深層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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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層往事 那些 那些不開心的事 那些幾十年來的那些 悲傷 不開心 不憤 還有什麼呢 總之把我很多的負面情緒 浮出來 那我之前有個客人跟我說 他就說 戴了一塊晶片牌之後 那些恐懼都浮出來 然後我心想 蛤?會這樣的嗎 你 我沒聽過 會這樣的 OK 做一口飲料 這個是 emway的 XS 很棒 我還加了少許爐匯汁 唉 我每一次錄影 我就會獎自己喝一罐 很小罐 非常棒 好 然後 然後 糟了 掉了 真的掉了 忘記自己說什麼 好了 Anyway 先說 先說今天的主題 今天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記得了 我說過的負面 那些情緒浮出來 我就不斷地去看自己 看自己 看自己 好像是一件好事來的 嗯 如果你不清楚 你底層那些 那些糞便 那些 那些不開心的 你很難升級的 它會慢著你回頭 Anyway 好了 最近我就開始發現 啊 我個人變了很多 由我中學的年代 到現在 我今年59 明年60 我真的變了很多 而有些變化是我不喜歡 不是我想的 例如是我越來越自我保護 OK 那好吧 Anyway 最近我就發現 為什麼我這麼 為什麼好像 嗯 我不是說之前 我最近和Peter峰 有朋友 Peter成為了我的睡眠顧問 一來他就和我做了一些 深層的靈性清洗 一來這個100核 真的不說得少 我們一般會帶68核 或者88核 這個100核是非賣品 全香港只有六塊 被我投了塊 被我爭取了塊 他簡直把我 I mean 浮了東西出來 那我想 這個宇宙都是覺得 Exceline 你是時候清一清 如果你真的想得到你的夢想 想再升 各樣生活的人生 是更加好的話 我需要震一震 把我的 這些要排一下 讀才行 這樣 好了 那接著話說 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就是 和別人反了面 或者和別人 冷戰 總之大家有些 有些事情不開心 冷戰了 然後 然後 不再說話 不再聊天 然後 然後你就發覺 沒有辦法回頭 你多不多這些 我是非常地多 有些時候 就是以前 連少氣性 或者自己性格的問題 也有些時候 就是 就是 對方不適合也有 一定是這樣的 或者兩邊都不適合 一定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 你又想發覺 以後來發覺 不是那個人很好 其實那個朋友 都很不錯 這樣 為何和別人反面 為何激怒了人 為何自己又生氣 又回不了頭 又不想認錯 怎麼辦 想不想知道怎麼做 想不想我教你 為何可以 有這個朋友 然後 又不用跟別人認錯 認低威 這樣 今天這一集 就和你講這件事 OK 話說 第一個 我成功了的就是Pinafone 這樣 那個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 就是 你要認真地去認錯 不是自己的內容 不是打給他認錯 不是 是自己裡面認錯 其實我是不是這個東西不對 似乎是 其實我沒有說清楚遊戲規則 或者我沒有告訴他 你要這樣裂我 不要這樣裂我 就是我的貓 你不可以裂毛 就摸一隻貓 別人不知道你的前規則 然後是 另一方面 很認真地去欣賞別人 就是 其實他都不錯 他對我都很好 而且人家都很努力 他根本都是實力派 他用鬼我幫他嗎 但是我幫他 我不幫他 別人都會幫他 另一個人都會幫他 因為他本身是聰明 他真的做到事出來 然後是 其實他都很好 他經常送東西給我 經常在這裡玩 經常在這裡玩 經常陪我吃飯 經常都永遠不用我付錢 然後跟著 我在他店裡 我看到什麼喜歡 他就送給我 這樣 所以我被人中壞了 然後是 突然間我發現 咦 其實這個是好朋友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就是 事情很簡單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 我個人 就非常心想事成 其實我覺得 全人類都是心想事成 只不過你想些什麼 我那頭想 之前幾集我講過 然後Peter 那天晚上就 WhatsApp我 出來吃飯 生日快樂 出來吃飯 那我就 好啊 生日吃飯 當然好啊 還要有人請吃飯 為什麼不好啊 那結果 我們言談之間 就真的 我們好回來 最近呢 我又激怒了另外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 很狠重要的朋友 那我不說他是誰了 然後 然後 我一時 一時 一時 氣頂 我就把我的真心說話 說出來 就是 我覺得你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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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根本 不 其實意思是 我覺得你不珍惜我 我覺得你不尊重我 我覺得你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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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方聽了之後 就覺得 蛤?我這樣也叫他對你不好啊? 其實你不是 這樣 然後 然後 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了 然後大家就 多久沒有說話呢? 等一下 差不多 兩 二十日左右 差不多三個禮拜 沒有說話 但我已經覺得很辛苦了 因為這個人 他平時很疼我 很愛我 很 對我很好 突然間 唉 死火了 學什麼人說真心話呢? 玩什麼清算呢? 現在是生氣了 他生氣了 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然後 我又不可以去 就是 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不可以好像平時那樣 撒他 然後 然後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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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一下他 想和他吃餐飯 什麼不用想你 別人生氣了 是不是 然後 我又想 他打給我就好了 如果他打給我就好了 那我可以打給別人的 是否不同 我告訴你為什麼我不打給他呢? 就不是我不認錯 而是 如果我打給他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很不經貴 我會覺得自己很 我會不開心 但這件事是我不對的 這件事是我 怎麼說呢? 是我 總之是我不對的 是我不應該 盡數心中情 說什麼 其實 不要玩這個盡數心中情 不要玩我們培訓 叫做clear up 我會跟你清算 或者 我會跟你清理 我們之間的 清什麼鬼 自己清 然後我想 如果他打給我就好了 因為 我真的不想打給他 因為 我可以打的 我是夠口臉皮的 但是 我很想他打給我 那又怎樣呢? 我希望他沒有看今集節目 不過他應該不會生氣我 那又怎樣呢? 你開著 那個WhatsApp 然後 接著 就開了一張照片 OK? 或者你開了一張照片 我就跟他講起 你打給我吧 我知錯了 我以後不會這樣挑戰你了 我以後會對你好好的 你打給我吧 你打給我我會很開心的 這樣 這樣就 很有趣 那不是一時想到的 你不是在想完那裡打的 然後是 我想了 我想可能這兩三個禮拜 久不久都會想一下 就是 你不要生氣了 你快打給我吧 你不要生氣了 你打給我吧 你打給我吧 這樣 好 今天呢 就 過馬路的時候 我又發了一個念 就是 什麼呢? 這個不可以告訴你 這個太私人了 不可以告訴你 總之 你快打給我吧 結果 就真的 對方打給我了 然後呢 大家就不提支持發生的事 不用再提了 總之是聊天聊天聊天 就去冰式前嫌 這樣 其實他真的很疼我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前嫌 但是 你知道有時候 冷戰得太久 不好 為什麼呢? 冷戰得太久 大家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還有是 你 回不了頭 有時候 可能之後有一天 然後到我終於 就 算了 你不找我 我找你了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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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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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或者John 或者Paul 我真的沒有朋友叫Paul 或者Paul 說 不好意思 上次件事你還在生氣 不要生氣 請你吃飯 然後對方就會說 沒有 哪有生氣 不要多餘 沒事 吃飯不要生氣 最近都很忙 遲些才算 那就沒有得補 所以為什麼聖經講的東西很棒 就是不要含露到日落 甚至乎是說 不要生氣 甚至乎是 可以即時清理的話即時清理 誰找誰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次件事很好 為什麼呢 這次件事擺明是我不對的 然後就是對方都打給我的 就會令我覺得非常之養 非常之被愛惜 非常之被保護 非常的開心 超級的開心 而且都知道死了 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的 不要無緣無故挑戰別人 真的表白一下你的不滿 真的拿來碎 好 所以你都可以做這件事的 也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我以前很喜歡閉上眼 做一個正心 然後跟宇宙說 宇宙 宇宙 我想跟對方 ABC的 True Angel 溝通 跟我的 True Angel 溝通 然後就是 再 Visualize 對方坐在我對面 然後把我心裡想說的 全部都告訴他 然後這個方法 極 work 極 work 極 work 後來我今天就 不用那麼煩 打了之後 打開 WhatsApp 就看著他的照片說就行了 然後因為 我們的生活是一個 無量之網 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因為其實現在我的粉絲 我們的訂閱戶 沒有說是粉絲 誰是粉絲 我只不過是訂閱了 我們的網友 剛剛說萬八 我會努力的 Peter 你看著我 Peter 二萬七 二萬七 我要快點到三萬 到十萬 行不行嗎 在香港地講 身心靈講到十萬 有沒有人過十萬呢 Anyway 這個是後話 簡單一點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關係 已經是 反了面 或者是 冷戰 或者是 已經 什麼的話 大家已經不來往 但是你又覺得 我還有一些關係 我需要修復的 是 有些關係要修復 有時候我想 你不理睬我不理睬我 你不理睬我不理睬你 什麼八糟 反正我也是 宅女一個 但是想著想著 其實不是 是 因為 一個人 無論他好 無論他不好 如果 可以做朋友 當然比做敵人 這個世界 多個朋友 比多個敵人 所以有一堆關係 我用一張紙寫下 那堆關係 都是要修復的 還有 有些比較輕輕一點 最近發生的事情 然後有些比較歷史悠久 有些很傷心 那些更加要修復 因為 不是為了和他好 多數都是女朋友 而且 不一定是和他們好 而是 很傷 男朋友當然是傷 女朋友也一樣傷 女性的閨密也是傷 有些我也是需要修復這些關係 這樣 好 大家留言給我 無論是你覺得姜濤 圓滑 我其實說圓滑是一件好好的事 無論你在娛樂圈 在我們培訓界 身心靈界 身心靈界 在你家裡 圓滑是一件好事 大家 而且是 做人圓滑 和說 圓滑和這個 Beat Authentic 是可以完全 沒有conflict 沒有任何的 conflict 今晚的中文 那些媳媒真的差差 因為我預備今晚的資料 預備了很久 現在比較有一點惹 是好事來的 特別是夫妻之間 朋友之間 同事之間 不只是圓滑 而是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地 有些東西你不喜歡聽 你就避忌一下 這樣 還有一個人 社交手腕圓滑的話 其實你怎樣都是吃得開的 這樣 不過算了 我就不會說姜濤圓滑 因為大家都覺得不是這樣 就不是 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OK 好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快樂 非常之開心 非常之有益 有建設性 有意義的一週 OK 拜拜